然后第二个是Manifest档里面 就加一个Internet的权限之外 并且在这里面我加了一行 在Activity底下加这一行 就是Enjoy冒号 Singming然后At Enjoy冒号Style Singming这个什么 NoTourbar DotDen Fullscreen 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上面 没有Tourbar 也没有 就是全萤幕了 OK这一行还蛮好用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它整合进来 这样就完全看不出来了 OK第1个 这个地方设定 那其他的话就是汇入进来 其他不用修改了 再来的话就直接执行 执行到你的浏览 到你的模拟器或者你的手机里面都可以 看到的画面应该就会是一模一样的 2.3好了 基本上模拟器跑起来一定是不顺的 刚刚有同学 已经拿来跑了 基本上 单核心的来跑一定是 可能会有点KK的 但是双核以上的都很流畅 甚至你感觉不出来 到底他是用Fullgap来开发的 或者不是 其实甚至感觉不出来 那不过呢 早期如果你是用单核心来 做这个 用这个来做 其实是不太OK的 主要就是因为硬体的关系啦 那我想过 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 对我们来说呢 已经算是 很大的改变 那早期 硬体不OK的时候 说真的 人家不会考虑用这种技术 为什么 因为太慢了 现在的话基本上 跑出来的话 这边就可以看到 点击进去的话 台北101 那他这个相关的细节 你们用刚刚有同学甚至用那个模拟器来跑 不过要加 好像要加intel那个加速器 才有办法顺 不然的话 就会像这样子 其实不是当量 是因为真的比较慢 如果你用单核心的 手机来跑 就有可能变这样 那这样的话 用户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在手机上不会有这问题 真的太慢了 好了大概这样子 其他的话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在手机上面踹踹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